新一波本土疫情持续蔓延 从上海到北京扩大波及17省 153个地区被列为中高风险 而元凶就是Delta变种病毒 基因测序结果显示 该病例感染的新冠病毒属于Delta变异株 去年疫情的云爆点武汉在线确诊病例 已经封闭超过60个小区 人员直进不出 并启动1100万人全民检测 但更令人担忧的是 3万多间隔离房 短短几天竟然移用掉2.6万间 而且隔离人数预计还将大幅增加 河南郑州闹水在后爆疫情 普山已减出上百病例 当局紧急调派巴士 连夜从医院转移1000多名病患与医护 到其他地方隔离观察 还有数到张家界疫情影响 北京防疫全面升级 中国移民局也宣布 占不签发出入境证件等于半锁国 对非必要 非紧急出境室友 占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 还有防疫有等生澳门也失手 一家四口分别复录后确诊Delta病毒 打破当地超过一年都没有本土感染个案的记录 证实与南京疫情相关 澳门特首贺益城出面致歉 娱乐场所已经暂时停业 但坚持赌场不用关门 博彩股因此重挫 永连澳门大跌超过8% 中国疫情多点爆发 一发不可收拾 三天新闻全部报道